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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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在转场的部分 我们使用了GIF以及音档插入 让绘本变成一个生动又有趣的画面 在绘本中 我们结合了幼儿日常生活的片段 并且使用弹入弹出的功能 介绍防疫工作 再来 我们可以让幼儿透过拖曳人物的方式 将人物拖映到相对应的位置 然后 我们也使用弹入弹出的功能 进行喷酒精 以及量体温 在主要的教学中 老师可以透过弹入弹出的方式 进行防疫三报的介绍 以及一些其他的正确防疫观念 在介绍日常情境的防疫观念时 老师可以透过画笔的方式 让幼儿上台进行连连看 在介绍完防疫用品之后 在这里 老师可以使用闪示卡的功能 进行防疫用品 以及情境间的提问 在这里 我们使用到了百宝胸里面的放大精功能 将放大的倍率调到最高 让幼儿观察还未洗手前手上细菌的状况 观察完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拖曳的功能 将整只手移动到洗手台下面 这时我们会使用到擦擦笔的功能 让幼儿将手上的细菌擦掉 擦完之后呢 我们一样再使用放大精的功能 让幼儿观察 哇 洗完手之后 手上的细菌不见了 变干净了 在这里 我们使用了拖曳 橡皮擦 以及淡入淡出的功能 首先我们将手移动到刮刮热的下方 接着呢 我们使用 橡皮擦的功能 老师可以请幼儿将刮刮热上面的图案刮开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酒精 然后刮开完之后呢 就请幼儿点一下手上的细菌 看 哇 喝完酒精之后 手上的细菌不见了 在最后的防疫大波 微信中 我们使用到了 骰子 决定走路的部署 并且使用了随机截取 荧幕 当幼儿回答 机会 以及命运中里面的卡牌 然后呢 先回到 原点的幼儿即可获胜 那这里我们也可以使用到 加分的机制 当幼儿回答对的时候 就给予加分 我的意思是下一步在等待 田山老师先超空在脖 nadie 就会来自动吃的预备 身上完成 夾著轉得來 六度 4 4 4 8 6 7 8 6 8 10 11 12 11 11 12 12 12 以上是我們的互動式教材介紹 謝謝大家